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不是因为你上次的健康报告不好吗 又血压又糖尿的 如果你身体好的话 我整桶油给你买 整桶盐巴给你买 都给你吃了都没关系啊 哇 你现在嫌我老健康出状况了是不是 我血压糖尿 还不是因为每天上班累死 回来被小孩吵死 然后又被你念死 我吃我的泡面去了 其实啊 现代人的婚姻啊 我们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都是欣赏对方 喜欢对方 在对方身上看见很多优点 所以你才愿意结婚嘛 可是问题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就发现 那个原先的爱好像被磨损 然后抱怨啊 批评啊 就越来越多 这其实在许多的夫妇关系之间 都是很普遍存在的现象 所以你们不是特例啊 但是我想我们不需要让这样子的状况 一直延续下去 我们常常听到 世人说一句话说 结婚容易相处难啊 那么也听到人家讲说 婚礼是一时的 婚姻是一世的 但是等到我们进入婚姻之后 我们就发现 真的有些地方是不容易的啊 那么生活中的摩擦 那么处理的不当 累积出的很多的一些 负面的一些情绪啊 我们从圣经的真理可以明白 婚姻是需要经营的 上帝赐福我们的方法 是透过我们这个人愿意被神改变 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的抱怨 跟我们的批评更多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处理 譬如说 我们在一些基督教的婚姻辅导里面 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说 婚姻有一个存款跟提款的一个比喻 好像你如果在银行里面没有什么存款 你去提款 你马上你就破产了 你就造成了一个很糟的记录 但是你如果平常存款很多 你要提款的时候 你就有足够的这一个能力去做这个提款的动作 那么在这个两个人婚姻里面感情的这个户头上面 你平常有存款 我们有的时候平常不太刻意的去经营夫妇两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等到我们一有冲突 这就好像是感情的提款的时候 我发现没有钱可以在里面提 没有那个感情的存款在里面 所以很容易摩擦冲突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建议 就是当基督徒的夫妇 你们结婚之后要有一个观念 婚姻不会自然变好 两个有老我生命的人 如果你不愿意被神改变 你活在老我里面 你的婚姻会有更多的摩擦的 等到那个恋爱的那个感觉过去的时候 你就会落在很大的痛苦里面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你愿意被神改变的这样的一个生命 你会发现 你不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而你在老我里面的很多罪性 你可以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 真理里面 在圣灵的感动里面 你愿意被改变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你就愿意按着真理去活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 我们要想想看 在平常 有没有在彼此的感情上面 去做更多的 有建设性的一个彼此的建造 常常听到有人说 你们在夫妻里面 是不是常常讲三句话 我爱你 这个谢谢你 对不起 看看这三句话是不是在你婚姻里面 你常常会说的 说的 有些人讲结婚这么多年了 还在讲我爱你 你上次讲我爱你是多久以前 你做错事情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很真诚的 向对方表达对不起 当两个人在一起互相为彼此 为家庭付出的时候 我们是把它当作理所当然 还是我们从心里面 感谢对方为这个家 为彼此的一个付出 这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找回那个起初的爱 而且在上帝的 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里面 去学习 欣赏对方 感谢对方 如果你常常保持这样子的训练 装备 就算你们在生活中 有些地方不协调的时候 你们仍然可以活出一个 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之下 纵然有冲突 却不会造成一发不可收拾 这是一个对基督徒来讲 很重要在每一天 都需要去学习的 怎么样 找不到泡面了吧 算了算了 你都烧饭了 我就凑合吃吃 等一下还要开会了 哦 这么晚还要开会啊 跟谁啊 嗯 看到几点了 现在是怎么啦 上个班还要接受你调查啊 结婚那么久 还什么都要问 烦不烦啊 不问就不问咯 关在房间 谁知道你在干嘛 这个其实是在夫妻相处上面 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啊 这个功课就是怎么沟通 我们平常不太会沟通 我们所谓的沟通就是我用各种的方法说明 然后叫你来配合我 你来听我的 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沟通啊 其实我们从上帝造男造女的这个特质上来看啊 男女本身在碰到问题的时候的反应 或者他处理的方式 其实不太一样 你可以把这种不太一样当作是因为不同而造成的 这样子的隔阂或者距离 你也可以把这样子的不一样当作是一个互补 或者是彼此的一个进步的一个空间 看你用什么样子的态度 你譬如说我们一般会这样认知 女性比较感性 男性相对的理性 女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她的第一个反应比较是她的感觉 她是不是被爱是不是被尊重 这个女人可能很需要这个 男性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她的第一步比较是说 那这个事情该怎么办 她的focus在事情本身不在人 她认为我把事情解决了 就是对人的一个帮助 可是常常女性或者做妻子会觉得说 其实她也不一定是都不太会去处理事情 她比较看重的是 你对我这个人你是怎么看见 你是不是仍然爱我 你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还在尊重我 所以当我们在沟通的过程的时候 我们可能第一个要去学习这个方式 不是按照我的角度我的方法来看事情该怎么做 而是愿意放下自己更深的去了解对方 你比如说我们从基督徒的婚姻辅导里面 我们都可以了解这样的一个教导 比如说你面对一个妻子碰到一个问题 或者你们要沟通的时候 妻子第一步要的是你先肯定我的存在 你先仍然对我有那个不变的爱 那你怎么讲我比较容易听进去 可是你一开始就觉得这个做的不对 那个做的不好就对我有批评 妻子可能就把耳朵关起来 你讲的再有道理再合逻辑都不想听了 这个我们要去了解有这么一个现象 相对的一样 做丈夫的 她可能需要的是妻子对她的尊重 这对她来讲很重要 今天在这一个所谓的平权主义里面 女性抬头的主义里面 有的时候做太太的不懂得尊重丈夫 一天到晚觉得我自己很棒 贬低丈夫看不起丈夫 或者把丈夫去跟别人去比较 这其实是很大的伤害 你如果懂得尊重丈夫 丈夫就会很乐意的跟你去分享 她在处理事情上的一些经验 或者各方面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 这就是你回到圣经里面 你去看见 上帝对于夫妇两个人的一个相处的要求 说丈夫要爱妻子 如同基督为教会舍己这样子的爱 那你们就强调 妻子是需要爱的 是需要被爱的 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 如同教会顺服主 那不是大男人主义 那是圣经这造人的神 祂知道妻子最需要的是什么 也知道丈夫最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你对丈夫要尊重 如果我们能够学会用一个正确的方法去沟通 我相信有很多时候的沟通就可以进行 今天我们发现有些夫妇的关系 沟通是中断的 中断的原因是因为 丈夫觉得你妻子讲不通 一讲话你就马上情绪来 你就生前算了不要讲了 有的退缩了 有的就那你爱怎么做怎么做吧 这是不正确的 有的时候妻子也会觉得 你丈夫一天到晚就只看到事情 没有看到我的需要 没有看到我的感受 这两个之间就拉远来 其实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有一些学习 所有的基督徒都有一个最大的福气 我们除了有圣经真理很清楚的教导之外 还有圣灵的内住 在沟通的这件事情上面 基督徒应该常常可以感受到圣灵及时的提醒 有的时候我们又回到老我了 回到自己生命里面去了 做出了一些不合适的反应 圣灵会提醒 那个时候要学习 不要让圣灵担忧 要顺服圣灵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在圣灵提醒我们圣经的真理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刹车 这是一个人属灵生命成熟的一个过程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从失败 或者任性里面去付代价 但是真正的基督徒 神不会放弃我们的 圣灵会持续的感动的 在这方面有好的学习的话 我相信在沟通的这件事情上面会有进步 而有一个好的沟通 我们就不会觉得说 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懒得讲 或者我们懒得谈 就让这个事情就要下去吧 那是非常消极负面的 我们可以很积极正面的 去在夫妻的相处里面 用互补的方式 使我们更增加我们彼此之间的相爱 我准备去开会了 那你要开到几点啊 我们睡觉之前 要不要一起祷告 或是聊个天的 我不知道要开会到几点 然后我每一次找你睡前聊天 你不是都说不知道聊什么吗 我讲一些工作或是教会的事情 你就一直打瞌睡 哎呀 没什么好聊的啦 可是你跟你老板 都一副很好聊的样子啊 每次都讲好几个小时耶 嗯 如果工作那么有趣 你干嘛整天都抱怨工作很累啊 哼 跟你讲话好累 我讲一句你顶一句 我开会了 懒得个女儿啊 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啊 特别在今天 大家都很忙 为了赚钱 为了其他照顾 孩子各方面来讲 我们已经筋疲力竭了 那么因此我们很少花时间 去做心灵的沟通 我们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啊 你比如说现代人啊 大概三十岁啊 是我们结婚的一个平均年龄 这个也就是说三十岁以前 你的配偶 他有三十年的时间 不跟你生活在一起 所以他受原生家庭的影响 其实蛮大的 无论他做事的习惯 或者他对一个事情的看法 都不太一样 那么你三十岁以后结婚 两个人在一起 我想我们谈恋爱的时间 大概都不会太长吧 半年到一年啊 大概都准备要进入到婚姻了 你用这么短的时间 对对方的认识 要去了解他三十年成长的 环境里面的事情 其实有很多时候 我们是陌生的 所以你看见那个夫妻相处的时候 会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尤其是头几年 我们会发现到 做事的方法各个不同 当那个谈恋爱的时候 那种激情过去之后 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都是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你怎么会这样做事 你怎么会这样子想呢 其实有很多时候 会变成这样的状况 所以其实我们在夫妻的相处上面 我们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了解对方 有的时候一件事情 没有绝对的对跟错 它可能只是处理的方法 或者看问题的角度的不同而已 所以我常常建议夫妻啊 你再怎么忙啊 你都要花一点时间空出来 夫妻两个人彼此 更多的去认识对方 这不是每次一见面 都讨论家里面的这些事情 房子要修了 儿女最近又出什么事情了 又有什么账单要交了 不不不是这些事物性 更多的去了解对方 认识对方 发现对方跟你不一样 把他当作是一个神的恩典 优点来结束 那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啊 有的时候我这样建议的时候 夫妻说那我们来试试看 你看两个人坐在那边 说今天晚上我们花半个小时谈 拿两杯茶坐在那边 谈什么呢 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很 吊诡的一个现象 婚前 哎呀话讲不完的 都已经送回家了 马上回到家里面 电话又打过来 两个人可以从十一点聊到半夜三点 你仔细轻轻看 里面讲的大部分都言不及意 废话一大堆 可是好甜蜜啊 可是婚后呢 婚后天天在一起了 反而不知道该讲什么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介绍一些方法 帮助夫妇去认识对方 比如说你们可以找一个 大家都很喜欢看的一个连续剧 或者一部电影 看完了之后 可以交换一下意见 你对这个剧情 你对剧中的角色 有什么你个人的看法 其实这种看法没有对错的 你不要说你怎么会这样想 你怎么会这样看 你不需要 你只需要从他对这个事情的 或者这个剧情的了解里面 去认识你的配偶 他怎么样看事情 他怎么样看人 多一点的去了解他判断事情 或者他处理事情的一种方式 这种借着别人的故事来学习 是一个成本最低的一种学习方式 其实这是很好 你可能在那个电影的内容上 要去选择 你如果选择那个从头到尾 都打来打去打不完 那这都没什么好谈的 有点剧情 我们可以谈一谈 这个是一个方式 那其实这些年 在基督教的书房里面 也有很多很好的教导 你譬如说有一些书籍 像黄默甘泉 那么这些年来又出了什么 夫妻与主同行了 这一个月的书籍 一天一篇的 那个大概只有一个page 大概五分钟中 你就把那个page看完了 看完了之后 我们大家对这个文章 或对这一篇介绍那边 有一些不同的分享 这些方式啊 其实都是帮助我们 去了解对方 记住当你们在做这样的 对谈的时候 不是辩论 不是说一定要证明我对你错 或者我抢你弱 那就失去方向了 你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去了解 对方对同样的一件事情 他的看法 他的想法 然后你透过这个角度 更深的认识你的配偶 然后你知道 他的一些判断 他的一些抉择 或者他的一些感受 然后更深的去认识他 了解他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这是大家可以学习的啊 一个人的一个价值观生命观 跟他的原生家庭是有影响的 但是那个不是不能改变的 我们常常讲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 什么叫新造的人 就是你的价值观 你的生命观 回到圣经所挤持的方向里面 来被调整 那个其实是需要时间的啊 所以我们如果透过这个方法 夫妇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彼此鼓励的 彼此的这种扶持的一个对象 而不要变成对立或者抗争 这是很重要的 当然今天有的时候 有些人会告诉我说 公公师啊 我们都好累了 我工作这么多了 没有时间了呢 怎么会去做这些事情 我常常讲的一句话 一件事情对你重不重要 重要的事情永远有时间 北美的工程师 一天工作要十五六个小时 可是如果他未婚的时候 他这么忙 再也怎么忙 他都挤得住时间谈恋爱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 当我们进入到婚姻以后 我们认不认为 认识我们的配偶 爱我们的配偶 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婚姻的经营 是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如果是重要的事情 你就有时间嘛 问问自己 你真的是忙到 那个时间都没有了吗 看看你自己一个人 看电视的时间有多长 上网 这个iPad 手机拿起来的时间有多长 做丈夫的 现在打电动的时间有多长 问问自己 从那些时间里面 一个礼拜抽出两个小时 或者抽出两个半小时 会很难吗 不要小看这个时间 这些累积起来的国效 是很好的 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 花点时间去认识你的配偶 去欣赏你的配偶 去了解你的配偶 会让你们彼此之间的相处 有更大的帮助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 对一个事情的看法不一样 会用比较强烈的方式表达 这不一定不好 不一定不好 你可以让对方知道 这件事情对你很重要 但是常常是我们在表达的方式上 语气上出了问题 有的时候 人常常讲说 我就是这样子 刀子嘴豆腐心 所以你要了解 其实我们人都可以被改变的 很多人说 我讲话就是这样子 其实也未必 在外面做事的人都知道 你看看你怎么跟你上司讲话 跟你回家之后 怎么跟你配偶讲话 都是一个人 可是讲话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我们大概不会跟我们的上司讲 你怎么蠢成这个样子 这个事情办成这副德行 大概不会嘛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回到家里就跟配偶讲 你怎么会做成这样子 跟小孩子一样 这样子的表达方式不好 其实你就可以发现 我们不是不会讲话 我们有很多时候是太随意 很粗暴的表达 或者我们太急躁 有的时候 你知道在人与人的关系里面 你在你的公司里面 我常常讲 如果有一天 你必须离开你的公司的时候 大概你的公司在一个礼拜之内 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人 接近你的位置 你没有那么重要 没有那么不肯或绝 但是有一天如果一个人 从一个家庭里面离开 那个伤痛可能是 今年累月都无法抚免了 到底谁更重要 我们怎么会用一个比较尊敬的 考虑过的一个 友善的表达方式 来跟一个在我们生命里面 不一定是那么重要的人 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人身上 我们却常常示意的伤害他 这个其实是需要有一个属天的智慧 去重新做出调整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在属灵里面生命被调整 所以你看见基督教的信仰 他绝对不是只是说信耶稣上天堂 信耶稣到上天堂之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神留我们在世上 要我们去经历在他里面那个新生命带来真正的美跟善 如果夫妇两个人那个爱一直保持住的 是被经营过的 其实你在吵架的时候 有些话你会舍不 你会不会说的 你会觉得说我用这样的话去伤害你 为了只是要吵架争取得 吵架中取得一个赢的一个态度 其实是很愚蠢的 你赢什么呢 你伤了你最爱的人 你到底赢什么呢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常常跟老我的生命是对抗的 老我就是自我于中心嘛 我在碰到冲突的时候 我就是怎么样把你打垮 怎么样让你讲不出话 怎么样让你掉眼泪我就赢了 这是非常罪性的一个表达 但是基督徒不可否认的 我们也有这样软弱的时候 所以你看神很奇妙 圣灵在基督徒生命里面 常常做这样一个提醒的工作 这个提醒的工作让我们的话 真的是能够踩住刹车 雅各书里面说 要管制你的舌头啊 因为那个虽然很小啊 却可以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福气 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一个功能 不是你会不会说方言 你会不会讲预言的这些 会不会行神迹奇事 最重要的是 制服我们老我的恶欲 这是罗马书里面所讲的 所以我相信在每一个这样子的冲突里面的时候 圣灵也同样的在做工 我以前也是一样 有的时候会伤害配偶 后来又很后悔 以后就在思想 其实每一次争吵的时候 圣灵都有提醒 不要再讲了 到此为止 我个人也有这样子的一些经历啊 你譬如说 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和师母在一起 也会有的时候在吵架里面 一发不可收拾啊 尽到人身攻击啊 或者是对于原生家庭的一些批判啊 这些很不健康的心想 可是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每次在这种冲突的时候 圣灵都有做工 可是你就是不听嘛 就是老我要赢嘛 老我要争那一口气嘛 可是后来也慢慢去学习说 那如果我停下来呢 经过多次的操练之后就发现 那个圣灵要你停的那个moment 其实就是最重要的 那什么重要呢 把你该讲的话都已经讲完了 把那些会伤人的 不造就人的话都停下来的 如果你多几次这样子 属灵生命的经历啊 你就会发现啊 顺服圣灵没有那么难啊 因为发现那个成果是好得无比的 所以这是每一个人在冲突的时候 我相信圣灵都会做工 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灵 不是一个抽象的虚无的存在 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是很真实的 我们有的时候发现啊 结婚久的时候的配偶之间 我们常常会把对方的缺点放大 而把对方的优点当作是自然 应该就是这样子 其实不是 夫妇之间的相处上面 我们其实应该更欣赏更看重对方的优点 你越欣赏看重对方的优点 对方的缺点就比较不会被你 没有理由的无限制的放大 那这个时候我们对于对方的爱 就更容易的去维系 或者是更容易去经营啊 所以要常常思念对方的好处啊 不要老是只是看见这个做不好 那个做不好 那做的好的部分 我们要有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 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争吵的时候 有的时候去解释你为什么这样看 比你说我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是要解决问题好 今天有的时候就觉得说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想 我就是这样想 我们家老家就是这样做 这个不太好 就解释为什么 解释为什么比较容易让对方知道说 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子想 我们比较容易有一个沟通的频道 最后当然很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擦枪走火了 如果你坐过头了 你应该做一件事情 就是道歉认错 寻求对方的饶恕 那么另外一方面也要学习 在主里面用基督的爱来接纳 来包容 其实有很多时候我发现 有的时候人犯错了 不肯认错 觉得认错就是丢脸的事情 这个对基督徒来讲是不允许的 基督徒都知道我们都是罪人 罪人你对于你的错的事情 有什么好坚持的 你要争什么样这样 那些虚伪的那个面子问题 你就是发现我错了 很真诚的去道歉 那么被伤害的这一方面 也要学习用基督的爱来饶恕 不要盯住对方 咬住不放 三天两头都炒冷饭 这个没有意义啊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些方面 按着圣经的真理去学习 我相信吵架本身来讲 就可以发挥它正面的功能 而把它负面的伤害降到最低 我想这是我每一个基督徒 在日常生活里面都可以去经历的 哎呦吓死我了 老公 最近我喜欢去健身房健身 然后又有敷脸 你看我又没有变得更漂亮了 拜拜 拜拜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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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